警方盤查微停车辆,竟然遭通气犯载走 新北市远景在盤查可疑男子的身份时 这个男子疑似心虚坚持不下车 远景怕对方跑掉,所以上车进到了后座 没有想到他却踩下了油门 载着同伙跟警察一路逃跑 最后在台北市遭到拦截微捕 事后发现这个驾驶是一名毒品通气犯 而另外在淡水,则是有驾驶因为车祸到警局做笔录 离开时躲在车内吸毒,昏睡了两个小时 被警方打个正着 警方难查微停车辆,后座乘客却偷偷摸摸流走 口口声声说回车内拿证件警方第六感觉的有鬼 远景干脆直接坐上车 一阵混乱下,引擎发动了,车子开走远景跟着被载走 我要拿证件给你 你下来,我要查证件,你不要想要跑 我要下去,我下去,我下去 事发新北市永和,远景当时坐上这辆黑色箱型车要盘查乘客身份 驾驶眼看情况不对劲,油门一踩 在这后座同伙以及远景一路冲往北市 但一下桥就被拦截 一查发现温馨乘客根本是毒品通气犯 车内还有百公克毒品黑他命 另外在淡水有远景意外逮到吸毒犯 驾驶迷迷糊糊被警方叫醒,但远景眼尖 直钉副驾驶座上的这个东西 车内吸毒人赃俱获,但这驾驶怎么看来好眼熟 原来他几个小时前因为车祸才从派出所做完笔录 没想到他直接回到警用停车场 车内拉K舒缓情绪直接昏睡两个多小时 原本只是来派出所处理车祸案件 却意外让吸毒身份曝光 这下背上前科再度踏入警局 记者马生杰杨文豪新北市采访报道